图为S400 近日 据媒体报道 普京终于就S400出口问题表态 称将如期交付S400导弹 这下,印度才吃了电信丸 而印度之所以如此迫切地需要S400 一方面因为美国的压力 一方面也有俄罗斯已经对华出口了S400系统的原因 看住中国已经拿到S400 而印度没有 印度总理莫迪心里是一万个不服 之前多次强调 俄国必须满足印度对S400的需求 图为S400 印度方面一直在致力于建设完善的防空网络 这是因为在他们的战略中 需要面对非常大的空中压力 由于其本身缺乏研发先进防空武器的经验 因此只能求助于外国 尤其是俄罗斯方面 印度军队长期受到俄罗斯人的影响 而俄罗斯又恰好又堪称 是世界上最好的防空系统的S400系统 双方一拍即合 这才有了这笔军售的诞生 图为S400 早先美国方面 增放话称 会制裁所有购买S400系统的国家 针对的矛头可以说是直指土耳其和印度 在这种情况下 印度仍没有放弃购买S400的计划 最终顶住来自美国的压力 耗费重金购买了S400 这一结果可以说是让美国方面大失所望 但是也能看得出印度对于S400的需求 有多么迫切 毫不客气的说 印度虽然在上世纪获得了独立 却也被原宗主国英国狠狠的坑了一把 他们和巴基斯坦的纠纷 从那时起延续至今 两国多次发生冲突 到了现代 由于种种原因 巴基斯坦一度得到来自俄罗斯和美国两个大国的支援 其空军建设可以说是飞速发展 这自然会让印度大为惶恐 求够S400的欲望如此强烈 也就不难解释了 图为S400 当然 印度之所以如此坚定的求够S400系统 还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他们的军队体系 较西方军队来说更加接近俄罗斯军队 而S400作为俄式武器 可以更好地融入印军作战体系 更快地形成战斗力 S400入役一军并形成战斗力之后 注定会使这片土地再伸心的波澜 对于印度来说 他们的空中安全会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对于美国来说 印度此与印度此举严重挑战了他们的权威 对于巴基斯坦来说 这会使他们更加难以夺得制空权 总而言之 S400的到来 会让各方都各怀心思 未来的博弈也将会变得更加激烈